两名跨国企业主管货班公共服务新章新加坡卓越之有奖 表扬他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从总统陈敬炎手中借过新章的获奖人 全球日用消费品巨头联合力华总裁波尔曼 让我国成为联合力华多个主要品牌 如力士和卫宝的全球总部 另一名得奖人是飞机引擎制造商骨会总裁亚当斯 他因为有事无法出席颁奖一事